最近最红的这个 生酮饮食跟防淡咖啡 那最近我的粉丝页 就有人来问我说 苏丁姐我想请问你 就是说如果我的防淡咖啡 我放在下午喝可以吗 我就说防淡咖啡 是什么大家应该很知道 就是说防淡咖啡的发明人 他有个故事 就是说他当时不是去西藏旅行吗 然后西藏有所谓的酥油茶 那就是油跟茶 后来想说那这个东西呢 好像把它换成咖啡 跟好的油脂也是一样的东西 那什么叫防淡呢 他的防淡意思是说 好像帮你的身体穿上了一层防淡衣 他认为其实本来一开始 应该不是用来减重的啦 但是他就突然间觉得 好像只要喝防淡就等于减重 他就说那苏丁姐可以移到下午吗 我就说事实上照道理说 如果从我们真正你想减重 热量控制的观念来讲 你要什么时候喝其实都没差 你要算的是说你喝了这个 到底喝了多少的热量进去 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早上吃好啊 下午吃好啊 晚上吃好啊 可是问题是呢 如果你只喝防淡咖啡 然后其他餐都很拼命高兴的吃 那会瘦的话 那真的可能是身体有病 因为你不可能嘛 所以它第一个不是时间的问题 是热量配比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最可爱的是 他们会觉得我只要喝防淡咖啡 就会瘦 不是 防淡咖啡必须配合什么 配合两种方式你可能瘦 一种方式呢就是说 就老师刚刚有提到的 我的热量 总体的热量是低的 所以我早上喝防淡咖啡 我就要算哦 比如说通常是一杯黑咖啡 那我可能搭配15公克的 传统的方法 可能我是15公克的 好的炒四的牛的奶油 搭配一大汤匙 给差不多15公克 或25公克的椰子油 加起来你想想看嘛 你油就几公克 油至少就30到40公克 所以40公克一公克是9大卡 这一杯夯不让大就300多大卡 那就比你 我如果喝优酪乳这样的一瓶 才200左右 你不要喝那种超级甜 它就200左右 所以你喝了这一杯 已经比你喝一罐优酪乳 加柴艾蛋肥咯 但是你觉得它是防淡 它会瘦 那没关系有magic 好 就有360了 360之后你要看你怎么配比 你的午餐怎么吃 晚餐怎么吃 那如果你要走生酮这条路呢 真的很想试的人 那就变成说 午餐的时候 你就要怎么样设法 你第一餐是油的 第二餐你可能是 一点点的蛋白质 加一点点的油 再加上很多的蔬菜 而且蔬菜也要避开根筋类 才不会吃到你说的菜水滑 又很难配了 然后他们很多人 我告诉我 我有个朋友很妙 他每次都说 我跟你讲 我最近在生酮 我刚刚吃了三颗苹果 我说那个三颗苹果 好像如果你算起来 它里面加起来的碳水化合物 好像就要超过你一点的需求 你还一餐就三颗 所以压根不知道吃什么 那吃迷信的嘛 就我家有保护 吃迷信 真的啦 真的 然后到晚上呢 又不知道要吃什么 像晚上如果我再吃 真的要生酮 我可能就是一块 比如说鲑鱼排 或者一块 以前都是吃瘦的鸡肉 对不对 但是为了吃生酮 要把油脂比例纳高 可能你这个时候 就可以吃双酱猪 一块大概这个大小 这个大小 手掌大小的一块肉排 然后呢 两大份的蔬菜 蔬菜之外呢 又还要加一件事 还有油啊 这样油还不够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必须啊 几个几招坚果 可以把那个综合坚果 拿去果汁里面 不要这样假的 吃得好乏味 减重的重点就是 绝对不能乏味 一定要吃得很乐趣 然后一出 你让自己很忙 把那个综合坚果 原味没调味的 丢到果汁里面 加上一点蒜头 加上一点盐 把自己打成坚果酱 然后再把它弄 拌在你的菜里面 又觉得我这餐又好吃多了 可是问题就是要提高油 那油的情况之下就是 如果是我啦 你真的很想那个 就是你看我的油脂 都来自于 比如你是鱼自己的油 那如果是那个 也是自己的油 然后这是坚果油 那早上那两瓷油 后来我就换成什么 后来我就换成比如说 我把它换成 Omega 3系列 就是不饱和脂肪的油 像我有时候会换 亚麻仁油 那有时候会换成 那个酪梨油 有时候换成 酵梨豆果油 反正把那些 本来的那个换掉 可是你想想 我讲这么多麻烦 你真的记得住吗 你记不住 他们会换重播 他们重播之后 他总不能一辈子 都只吃这三样东西 就是他的困难在于 你必须知道 吃到那里面 到底可能是什么 你才能去做配比 有道理 所以就是太难了 太难了 你为什么不像 有些人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本来 我想说你本来 一餐是一个便当 后来一餐减成半个便当 半个便当 不就很简单了吗 早餐维持一样 不就OK了吗